渔公一山这个成语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一个预言 说的是 在北方有一位老人 他的名字叫北山渔公 在他的门前有两座大山 一座大山的名字叫太行山 一座山的名字叫王乌山 很不方便 所以渔公决定带领他的家人和儿子 去挖这两座大山 有一位老人叫智守的 听到了这件事情 就批评他们说 你们父子挖这两座大山是很愚蠢的 渔公 对他讲 我老了 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 我儿子死了以后有我的孙子 他们是没有穷尽的 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 但是挖一点就少一点 他不会再增多了 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渔公 坚持不懈地挖山不止 这件事被上帝知道了以后 很受感动 派了两个神仙 帮助渔公 把这两座大山搬走了 在这个预言当中 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渔公 一个是智守 渔公是愚蠢的老人的意思 智守是聪明的老人的意思 我们通过这个预言 可以感觉到古代人的聪明和智慧 还有幽默 顺便告诉大家 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这个成语 写了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就是 渔公移山 教导中国人民 学习渔公的精神 去战胜 解放战争中的困难 好了 这个成语 我们就学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微信 我乐意在任何时间帮助你 再见 再见